2015年4月9号上午10点开始的新文化节 在8点钟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市民前来参观 看到坐无吸血的济南九龙大厅 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语重心长地说 逃避的性太需要公开的平台 我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社会的变更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性现象 比如说性行为的不洁和泛滥 但这并不表示性的本真是不可被人认可和崇尚的 对于本次新文化节受到不同声音的争议 殷大奎特别强调说 抛开性的生理学习定位 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性从古到今已成为自己的文化体系 并且随着社会文明程度越发完善 性意义逐渐多元化 性文化节给阳光的性支持一个很好的公开平台